大家好我是旭哥WK暗 玩一玩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JUMM群星集結 好那旭哥其實昨天的攻略就分享過了 這個有四隻隱藏版的神角 你只要拆對就可以免費拿 那大家記得這個是有時銷限制 所以旭哥再提醒一次大家 四隻隱藏版神角這可以免費拿 再加上他還多送了100抽 等於說你開局就至少拿了好幾百抽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福利還不錯 那這一攻略很重要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禮包馬 這一次分享了將近15組最新的隱藏版 需要包含禮包馬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這個到4月6號所以大家記得趕快去來拆角色 那拆到就可以拿到四隻隱藏版的神角 好最爽的福利最爽攻略總整理都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最多最全最新的禮包馬 一次總整理啊 哇直接最完美開局最爽了 這邊福利超多的 首先有這個6O SU 6O GQ 6O SU 6O GQ EF W74 YWD Z8 O6 接下來是2Y50 D5K 0X H 然後09 接下來是43Y 43O YY I5 H A KLY 接下來是 GD96 SPOGMA 然後接下來是 AZ2QQ U8 CBD 接下來是 9W9A BV3NTG 接下來是 APPSTORE 0328 接下來是 GOO GLE PLAY 0328 GOO GOOGLE PLAY 0328 現在是 ITADORI 320 接下來是 2AB RUN AJR 好那禮包馬的 兌換方式 序號的兌換方式呢 也一起提供給大家 我們首先呢 點這個 左下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去之後呢 這個禮包馬兌換 點禮包馬兌換 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馬 序號 虛保馬了 好 一次幫大家總整理啊 最爽的福利 那後面還有各種隱藏版的福利啊 功率啊 大家一定要 仔細看完啦 會考慮選 核之國武士要不然就是 賽亞人戰士吧 這兩個都蠻帥的 那大家可以就是 趕快去拿 這個隱藏版的最新福利啊 這個是官方他們推出的補償 補償所以就是可以免費直接讓你六選一 領取然後還有紀念卡帶這個蠻讚的 好趕快把這個最爽的福利啊 最新的福利分享給大家了 哇想要有的都有勒 這幾隻都是旭哥蠻喜歡的角色 像炭自然啊 女帝啊 還有這個馬修班弟的 T0神角都可以免費入手啊 真的是 不錯 而且這個是官方認證都可以拿到的角色 哇 這些角色真的都不錯 尤其是女帝啊 那兩顆實在是太讚了 100分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把這些T0神角 通通給 入手啊 哇 女帝讚啦 看到這個隱藏版的需要在哪裡啊 要藏在最後面 虛哥直接幫大家找到了 讓大家可以輕鬆的開局 來禮包馬在這邊 2ABRRUNAJR 大家看一下 獨家分享給大家 2ABRRUNAJR 那天天都還會有一些隱藏版的需要 他都會分享在粉專 那旭哥有實踐的話就會幫大家更新 這個隱藏版的需要 好最爽的福利最爽的公園 開局的還有很多的 好玩東西啊 像是一些神角啊 然後 對戰嘛 然後現在可以拿到一些 三選一 像是悟空啊 魯夫啊 這些神角 都可以免費讓大家玩 這邊還有一個 就幫大家找到一個了 GOOGLEPLAY0328 GOOGLEPLAY0328 這個隱藏版的需要 讓他們大亂鬥一下 蠻有趣的 開局了 有人竟然取 取這個名字 好吧那就加個 有人取旭哥的名字啊 最近這個真的很夯啊 台灣蠻夯的 香港的玩家可能也都會知道啊 那旭哥沒有什麼立場啊 反正就 別人的事情嘛 我們不會太去管 看看熱鬧就好了 咱們 自己處理 好不好 大家亂鬥 大家看看就好 反正大家基本上也都是看看笑笑而已啦 不是很重要 進入遊戲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前往中心來看一下 這邊可以拿到很多 Jump的角色 開局就可以拿各種角色 像是 魯夫啊 名人 還有 悟空 我們拿魯夫好了 魯夫是戰士型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組好了 沒損失5%生命獲得1%減傷 然後有生命值低於50%受到傷害的話他會恢復 會補血 橡膠螺旋彈 這個是一個AOE的輸出 路徑上的敵人 還不錯 橡膠邊造成550% 橡膠戰斧 也是一個AOE輸出 魯夫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在大亂都應該可以發揮不錯 三檔的話呢 他會切換回初始 可以 切換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兩隻 名人的話也是戰士 技能比較少一點 名人是九尾查克拉 法力上限值 標準的1.5倍 而且生命低於40% 他會變覺醒 他覺醒他的九尾查克拉還蠻酷的 恢復血量 所以這個名人應該蠻強勢的 他還有這個本體暗分身 造成攻擊傷害 名人應該蠻好 還有射幼術 射幼術是會變成冥紫 這個好好笑 然後造成 減速暈眩的效果 一個控制型的角色 螺旋丸是物理位移 會造成這個敵人範圍內 所有敵方三次 160-320的誤傷 還有減速效果 名人還蠻強的 重點他有可以變成 九尾查克拉 三次都還蠻優秀的 我們看一下 悟空看一下 悟空的技能也比較多一點 悟空五道家 是會獲得戰役 可以疊十層 然後賽亞人血統的話呢 他會永久的增加攻擊力 被擊敗 5秒復活時間 每次死亡都會疊加 哎呦 很強耶 他的這個被動技好強啊 這樣開局好像選悟空是最強的 然後悟空元氣彈 進入元氣彈蓄力的話呢 每蓄力可以獲得0.5格的能量值 元氣彈最多可以打出1200%的物理傷害 每多命中一個敵方目標受到傷害降低10% 他的戰役激發 5秒的普攻攻速提升 35%對敵方目標造成190 的物傷 命中恢復自身65真命值 普攻還有這個追加然後附帶 擊退的效果 物攻其實也很強勢 這三隻都還不錯 朝指令方向一個衝擊波 龜派氣功 有這個280%加物理加成的傷害 而且會降低對方的移動速度 獲得戰役戰役可以增加他的攻擊力 戰役還有這個 雙抗的能力 不錯 最後界王拳 界王拳的話呢 在13秒內強化所有技能效果 提升80點攻擊力 10%移動速度 10%攻擊速度 100物理防禦 還有100法術 的防禦 所以賊裡看來好像悟空最強 那其他兩隻也都還不錯 所以開局的話呢 旭哥蠻推 官方認證應該最強的是悟空 看起來這個實力是最強勢 好我們用悟空好了 原本要選魯夫 魯夫也不錯啦 三個各有他的特色 名人就是快被打掛的話 他會變成這個九尾查克啦 看起來還不錯